各位財訊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金河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老謝開講 那麼在這個禮拜的單元 我帶領大家來看看 在未來的投資的路上 這頭牛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牛有很多的顏色 但是這個牛臉上有非常多的風雪 那這個也代表進入到2021年之後 全世界的投資難度會增加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錶當中代表台股 在過去這一年的表現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台股在3月的時候 它最低跌到8523.63 但是在隨後的一年 我們現在大家看到 在去年這個時候3月19號 8523 跌到8523之後 國安基金宣佈進場 那這個時候股價到一個最低之後 開始緩轉 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這是一年的時間了 我們這個節目大家收看的時候 大概剛好跟去年3月19號 相隔 整整一年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這一生當中啊 所看到的前所未見的大浪 這個大浪啊 從8523一路到 16579 我相信這個整個行情的 這種漲幅啊 是我們這一生當中啊 所謹見 這個最大的漲幅 我相信也跟台積電的 這個股價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大家可以知道在去年 這個319的時候呢 台積電跌到 235.5 現在呢 漲到679 過去台積電大概是兩三百元的公司啊 現在都在六七百塊的這個區間啊 在盤旋那大家可以想像的到 台積電去年交出了19塊9毛8的EPS 這個是台積電歷史上最高的一年啊 這個一年現在大家也可以想像的到 股票市場裡面有一個百年的重要名言哦 就是 貴上級的反見啊 見下級反貴哦 大家知道如果在去年 整個市場非常驚慌的時候呢 你不要賣掉哦 股票呢在8523進場 這是一個歷史上空前最好的買點 但是到了16000點的時候呢 大家要想這個已經啊 股價如果按照指數來講 他已經漲了將近一倍了 這個時候呢 進場在追高的時候呢 我相信你會承擔一個 相對大的風險 就跟今年大家看到 台積電市場有喊800有喊1000哦 但是到679之後呢 台積電的股價呢 他就拉回了整理 這個情況叫貴上級 就是你股價到一個相對很高的位置的時候呢 他這個時候大家可以注意到 市場的乖離在調整 在這個地方非常明顯哦 台積電的連線大約在430塊左右 但是股價到679的時候 他已經乖離的幅度啊 非常驚人哦 那台股的加權指數啊 這個指數十連線大概就13000點 但是現在跑到16000的時候呢 同樣市場乖離會非常的巨大 乖離拉大以後呢 他不見得 不會漲 但是他很可能在高檔會震盪 慢慢等待 這個股價跟連線啊 相對的乖離的修正跟調整 所以在今年當中啊特別跟大家來報告幾個 重要的投資概念 第一個呢大家知道在去年一年當中啊 去年一年台股的指數很大的上漲 這當中其實有五檔股票貢獻了75%的指數啊 第一名當然台積電啊 第二名這個聯花科 再來是台達電 然後第三第四名是聯電 第五呢是鴻海 現在這些公司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一波啊 股價修正當中啊 台積電的從679他已經拉回到584了 所以距離股價高檔大概一成多 這個聯花科最高啊 1,010啊 那最低他跌到886 大概都跌了一成左右 另外呢我們看到聯電最高來到59塊4 但是他這一波啊 現在大概在48塊左右 台大電呢最高325 現在大概280左右 大概都回檔一成 這個時候呢大家注意到了 這個禮拜三呢 鴻海已經觸及到125的高價了 換句話說呢 距離前一波高點最近就鴻海 而且他可能繼續創新高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五檔 在過去這一年帶領台股 來創造指數的五檔重要的全子股 那麼現在看起來 鴻海角色相對會吃重 如果用鴻海的一個角度來看呢 大家知道 郭董領軍的鴻海 他的本益比呢 大概都在8倍到10倍 你知道鴻海的 去年EPS大概會到7.5到8左右 那鴻海呢過去大概配15塊 澳的這個股息 但是 股價呢 他很少超過100塊 到了現在劉洋偉董事長的時代呢 大家慢慢看了 鴻海的本益比呢 他已經陸續 他調升到15倍到16倍左右了 我相信就是鴻海 第一個呢 從本益比的 蛻變呢 看到鴻海未來的改變 這個本益比的改變呢 如果鴻海未來能夠啊 類似像台大電這樣 能夠緩應20倍 或到30倍的本益比 我相信鴻海的股價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鴻海能夠發揮空間 第一個呢 他把經營的透明化 讓他的股東啊 能夠充分的了解 所以在劉洋偉董事長 開始對鴻海的未來願景 能夠很清楚的勾露以後呢 最近我們看到外資啊 也開始在調整鴻海的目標值 有的看150 有的看200 這是鴻海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第三個呢 我們注意到 鴻海過去叫毛利毛三道四 現在呢鴻海開始 他要以10%的毛利率為目標 如果一般去年能夠 能夠得分哦 鴻海在未來電動巴士或電動汽車 鴻海的代工能夠發揮效益 那我相信鴻海的 未來的前景啊 應該是不可限量哦 大家注意到 在去年一年啊 Kesla賣了50萬輛的電動車呢 已經不得了了 但如果到2025年呢 如果未來的2025全球電動車的量產 大概會到3600萬輛 這個時候我相信鴻海 他把各國當成生產基地 那全球化的生產 我相信鴻海會在這當中啊 找到重要的角色 所以如果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呢 我相信在對台股 未來這段時間了 鴻海的角色 相對會給市場帶來一個 我目一心的效果 這是在2021年當中啊 大家在選股裡面啊 非常重要的變化 那第二個點 大家可以回頭看看 在整個疫情慢慢得到控制以後呢 最近波音的股價呢 開始強烈的上漲 他最慘掉到八十九 現在已經到兩百六七十塊了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說 如果以波音來做一個 在疫情受害的相對的代表 像美國五大航空公司啊 或是這個全世界重要的郵輪啊 像嘉年華 他從七十二塊七啊 最慘掉到七點二八 那麼現在大概回到 二十七八塊啊 大概回了一半 這個情況來看就是 在過去疫情 受害的相關的公司啊 慢慢會揚眉吐氣哦 這是一個 大家如果從選股的角度來看 這種在疫情受害的公司 慢慢會 給他公道的哦 我想最近一段時間大家注意到 烈士啊 雄師啊 等理由股都有非常好的表現啊 也是這樣的一個 情勢下所產生的一個演變 那第三個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也就是說進入到三四月的時候呢 像新貴他要截去年下半年的 一個半年報 所以最近很多 上市貴公司啊 開始在公佈去年全年的 獲利啊這個公佈獲利同時 他也會公佈鼓勵政策 在宣布鼓勵政策的時候呢 大家最近注意到了 比方說 在3月12號呢 這個我看聯強杜蘇武先生的臉 FB啊他特別提到 他說去年聯強全聯獲利80億 那麼決定配花現金 股利呢3.3元 這個時候呢 聯強去年EPS4.89 但是他配了3.3的股息之後呢 聯強的殖利率 從6%起跳 這個6%起跳呢 大家最近也注意到 股價原來只有十幾塊的 逸登啊 他配了1.9元的現金 逸登是半導體通路商啊 他配1.9元的現金 這個時候呢殖利率超過10%以上 所以股價連續漲了好幾個停板 被關把模組的中強光電呢 他股價不到50塊 他結果配了4塊錢的現金 同樣的股價 連續漲兩支停板 這個都是市場上呢 開始對這種高息的股票呢 開始青睞的 你知道整個通路商啊 除了聯強以外呢 燦坤去年EPS1.85 那麼他去年現金配1.55 這個時候我相信對股價會產生 非常巨大的推進的效果 這個是一個 在今年當中啊 大家可以多留意啊 這個現金殖利率配的高的公司 那這個情況來看呢 比方說你看到 這個食品股裡面呢 有一個大統議呢 他已經連續6年啊 都配了5塊錢的股息了 這個資訊的大廠 這個京城呢 是連續6年也配了5塊錢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他的股息穩定 長期穩定的配息 而且每一年配息的 這個金額啊都能夠上升 像台灣有非常多的 金控股 那麼都有非常好的席力 如果席力維持在6%以上 我相信這個時候呢 股價相對會有更大的 受到市場青睞的力道 這個是在這個地方選股裡面啊 我們看今年啊 第一個去年漲得多了 大家要有高度的戒心 所以 類似台積電很好 但是他會調整 所以在 今年第一季當中啊 台積電表現不見得是最好 那這個時候呢 過去一年被壓縮的很慘的 相關的受害的族群呢 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啊 反而會有比較好的出色的表現 那另外一個角度呢 現在 在公佈業績的關鍵時刻啊 三四月間啊 是一個呢是有連報 另外一個是季報 這個時候第一季的季報 會逐漸從到四月到五月 到五月衝旬呢 要全部揭露啊 這個時候呢 台灣在 今年第一季當中的獲利的表現 也會影響未來股價的發展的契機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像今年有一個行業 變化非常多 大家可以好好去注意這個演變啊 你看到 貨櫃到目前為止景氣非常的好 包括長榮陽明或是萬海 他在去年的12月啊 一波大漲之後呢 現在進入一個盤整調整的狀態 股價能不能創新高呢 大家可以看到幾個指標 一個呢 看到丹麥的馬斯基啊 他最高漲到五一萬五千一百 現在大概在一萬四千兩百左右盤選 那他是高高檔震盪整理哦 那德國的厚伯羅特呢 現在已經到一百三十塊歐元的 歷史新高了 我們看到南韓的現代商船 他從從兩千多塊韓元 現在跑到兩萬兩千八百韓元 他已經再創歷史新高 現在商船的股價呢 才找到十倍那這個也是全球貨櫃航運股當中啊 股價表現最突出的哦 這個是一個領先股 如果他們能夠繼續啊 往上走高 我相信對台灣的貨櫃三雄有帶來有正面的效果啊 第二個呢就是 在第一季的季報之後呢 我們大概看到陽明跟長榮每個月營收啊 大概都過了兩百億了 那他們今年營業額都會超過六百 超過六百億呢 看起來他們第一季的EPS啊大概超過五塊錢 市場如何評價陽明或長榮在未來這一年的EPS的表現 那尤其貨櫃航運的這個波動一直非常大哦 那現在好也未必代表未來會好 那貨櫃航運的景氣的周期大概能夠有多長 這是大家拭目以待的也就是說 市場上的資金面啊 籌碼面啊 基本面啊 技術面啊 甚至心理面呢 融在一起來看的大概就後櫃航運的三雄 我想這是一個 在今年市場當中啊 大家所看到一個面向 那再往下看大家要非常注意的這個 美國在建殖利率的一個消漲跟變化 現在熟練在到1.625 我想這已經到一個相對的高點了 那如果再往Ord方向 前進的話呢 市場可能會產生高度的緊張的 這種驅動力啊 大家看到美國10年債啊 30年跌到0.99 10年債跌到0.52 現在慢慢又從這當中啊開始拉升 這個時候呢 2%是一個 10年債的2% 是一個值得大家高度注意的警戒線 如果超過這個目標時 大家未來的投資啊 要可能要更小心哦 這也就是我們進入2021年之後呢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在市場上 這樣的一個 市場脈動啊 會比2020年要看起來更激烈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要 更加嚴格回頭遵守基本面 也就是說 基本面好的公司呢 他不怕 這個市場上的變數的這個 風雨飄搖 但是 如果股價過度投機炒作呢 漲幅太大 修正力道 會比你一級來的要大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大家第一個 從 美國殖利率拉高以後呢 大家尋找一個低漲幅的 第二個呢 相對殖利率高的 第三個呢 在市場上 2020年表現非常好 那今年第一季呢 業績還能夠創新高的 這些公司啊 可能是未來 大家在選股裡面啦 比較值得參考跟 考量的依據啊 那麼也祝福大家在2021年 在今年第一季年能夠 在 市場波動當中啊 再往下走 大家在今年能夠有更好的獲利的機會 那 今天的老謝開講先談到這裡 然後下個禮拜請大家 繼續收看 謝謝大家